南加州洛杉矶博物馆遍布各地 而大大小小也是数不尽 而且每一个都具有特色 以坐落在城县的 圣塔安娜的宝儿博物馆为例 最近为了庆祝创立80周年 特别要展出多幅的珍贵收藏 开放民众来参观 抖进宝儿博物馆的老馆区 一幅幅精致的画作展现在眼前 很难想象80年来 宝儿博物馆收藏了近千幅艺术作品 而这次展出的其中24位画家的 60幅精美作品 更展现1850年至1930年 美国艺术家笔下 加州各地的风景和特色人文 这一批画我们选了24个画家 事实上馆藏不只是24个画家 以后我们会继续地再调配 再展出不同的 但是目前我们展现是 24个画家的画 而在加州集金展的精美画作中 又以美国知名画家威廉·麦克洛斯基 创作的橘子油画最为抢眼 不仔细看还以为是摄影作品 因为无论是橘子还是包橘子的纸 在大师笔下可是栩栩如生 活灵活现 非常的传声 这批画我们得到的是 从他女儿那里得到的 他不只在写生方面 他在画他女儿的时候 包括衣服上的类似 你都觉得是好像逼真的不得了 所以在我们用我们中国人来讲 就是公笔画非常的精彩 除了展出镜物与人物画外 楼上还有更多加州风景画 追溯过去繁荣加州的景象 让人饱览整个加州发展史 而保尔博物馆还有各种系列活动搭配 都要帮助人们 激发他们的艺术潜力 明年会有很精彩的 慈禧太后一和园生活展 这慈禧太后一和园生活展 在美国还没有做过 慈禧太后的展览 这个展览里面有包括 第一部中国的汽车 是从美国去的 这一幅幅的话都展现了加州的历史 而除了这些以外 包尔博物馆还有很多其他的展览 就比方说9月5号截止的木乃伊展 欢迎民众前来参观 以上是东森新闻李宗瑶 孟子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